队茬第一集 大家也都体会海帽比较高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高粉 这个地方风也比较大 其实在这个地方干活和咱们在平地上干活 这个效率还是不太一样 实际上我们这个系统现在已经是部署完成了 然后现在已经是转到了业务化运行阶段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执行更多的激光通信的任务 就是目前国内的所有的微信数据的下转 都是靠微波的形式来传输的 咱们昨天看到我们开始试的都是微波的形式 咱们现在塔线的这一套电池的第一套 就是这个完全是从用激光的传输的模式 激光传输解决了现有的微波传输 电台凯量数据无从下传的一个问题 它的带款比微波的要差很多 这个就是主要是弥补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些微型地面站接收站网 我们这个微波接收这个从卫星到地下的这个 接收这个速率不足的这么一个缺陷 我们下传输解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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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